今天早上六點多 在新北市新莊 化成路一段上 一處集合住宅 不明原因發生火警 現場農煙密布 但來聽一段警銷說法 在二樓一個民眾受困 那當時因為整個虧煙很大 因為他眾生的關係 所以我們開始從裡面 不存檢到二樓去搶救 那初步上我們發現到受困的民眾 大概是七歲到四十八歲 一個民眾 二樓只有他一個人 在後陽海時是吊掛 當時的農煙非常的大 那我們消耗民也從二樓三樓 前往修舊 那整個救援的行動 大概將近半個小時以後 我們就接觸到他 那整個救下來以後送醫 那目前的狀況 剛救的時候還有一些意識 那意識轉為蒙 那目前送醫請救中 警銷貨報出動三十五車 七十八名消防員 使用雲梯車 先將裡頭人員疏散出來 一共疏散五人 但其中一名成姓男子 救出來時已經昏迷 目前送往部北醫院搶救當中 其他人則是沒有大礙